前面讲解过串联并联之后 就请你看这个图 这个图有的是故意画的怪怪 或者是说希望引用你讲错 然后问你说这样的揭法是串联还是并联 这样揭法是串联 好 假以丙丁 来 假这个情况 假这个情况串联并联 我们说过并联就是 排排座吃果锅 并排在一起 串联就是接成糖葫芦一串 但是呢 说法上串联就是正负正负相接 叫做串联 并联是所有的正在一起 所有的负在一起叫做并联 所以请你看假是串联还是并联 假是串联还是并联 女生 No.4 4号 4号 起立 请坐 串联 他看起来是排排座吃果锅 可是他事实上这个是负集去接正级 这个负集去接正级 所以他是正负相接 所以他是串联 所以他是串联 那么以这个东西是串联还是并联呢 以是串联还是并联呢 串联没有35 串联有34 请问你34号 他怎么联呢 并联 并联请坐下 他是并联的 他看起来像排成一串 但他事实上所有的同一边都接一起 另外一边都接一起 所以他事实上是并联 所以他事实上是并联 所以呢 以是并联 那么丙就很单纯了 丙定就很单纯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丙是 丙是啥连接方式呢 丙是啥连接方式 我们请可爱的 小女生叫做 12号 8号没有来 13号 13号 起立 那个接方很单纯 应该看就知道什么脸 他说串脸就相信 你不怕他骗你 他没骗你 这个就很单纯 没有骗人嘛 接成一串 唐葫芦就是串脸 丁也没有骗人 丁也是没有骗人的 丁也是没有骗人的 我们可爱大帅哥叫做 帅哥叫27 啊 啊 27 并联请坐下 这也是没骗人的 并联 电池的正级都接一起 电池的负级都约一起 正级接一起 负级接一起 叫做并脸 这就是简单的 让你认得他叫串联还是并脸 然后 一件事情也是考试 有问的问题 如果我串联的话 我只要有一个坏掉了 就全部都坏掉了 全部都不会亮 我这个电 我这个电流流过来 可以通过 可是这里咔哒断掉了 断掉之后就全部断掉了 没有通路了 他就灯泡都不会亮 所以本来是中间的灯泡坏掉不亮 但是 这样一接把变成全部都 不会亮 因为他就是完全没有通路 他就没有电流 所以灯泡全部都不会亮 所以串联是 只要一个坏掉全部挂掉 一个坏掉全部挂掉 但是并联就不是了 并联呢 我的电流流过来 然后走这里缤分三路 这一路可以走过去 有通路会亮 这一路可以走 有通路会亮 这一路断掉了 不会亮 过不去 那就只有坏掉的不会亮 其他的都会亮 所以并联的时候 有一个坏掉了 就那个不会亮 但是其他的仍然还是会亮 就是并联 所以我们又告诉你说 家庭电器都是并联的 你的参考书告诉你说 为什么家庭电器用并联 他说不会这样子 你的电灯坏掉了 冷气也不会动了 电视也不会动了 电冰箱也挂掉 他就告诉你说 不会一个坏掉就全部坏掉 这个是并联的状况 事实没有错 但是家庭电器要并联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是因为 不会一个挂掉就全部挂掉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是因为别的原因 我也会告诉你 但是这样显示错的 虽然事实上并联 是这样的状况 但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家庭电器要并联 而是因为别的原因 OK让你了解一下 考试问的问题 如果这个坏掉了 请问其他灯泡会不会亮 如果是串联 就一个挂掉 全部挂掉 如果是并联 其中一个坏掉了 别的还是可以亮的 这就是我们跟各位介绍 串联跟并联的时候 电器所损坏的状况 OK